路口红的亮起一辆蓝色货车居然继续加速 就这样撞上了前方车辆 车头挡风玻璃瞬间散落一地 驾驶整个人向前撞在方向盘上 83岁的林姓老翁被困在卡车上动弹不得 这起事故发生在28号早上8点多 花莲玉里高辽193县道 林姓老翁开着小货车 载着刚采收好的苦瓜正要去玉里菜市场 结果一次车速过快煞车不及 撞上前方等红灯车辆 老翁受困大约20分钟后 消防人员出动破坏器材将人拉出 顺利救出后意识清醒 但手不挫伤脚上也骨折了 相关肇事原因将待进一步离清 大货车旁蓝色货车白色货车 还有一辆继承车全都被撞烂 尤其是继承车车头全毁 下方车壳整片掉落在地上 要撞到之前 转个身要拿那个东西 转过来的时候 看到前面红灯踩刹车 紧急刹车也是来附近 这起车祸同样发生在花莲 早上十点多 光复乡台九线上 一辆大货车追撞三台车辆 机车车被前后夹击 车头卡在路旁的耗质感 后方车尾也都凹陷 车霜全部破裂 毁损相当严重 大货车驾驶是因为 没有注意前方红灯车况 才会造成意外 记者刘几娇曹娇人 花莲报道